我跟你講我當年2014出來選的時候 有人認為柯文哲會選上嗎 選舉還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每天認證去做事 啊不要吼 我最常在思考 我們常常把手段當目的 什麼意思呢 常常說我們要取得政權才能夠實踐離牆 後來就已經 反正把取得政權當做至高無上的第一優先 然後再去合理化他們所有的行為 所以我再回答你的話 其實理想跟手段還是要分開 理想是台灣可以變更好 這才是真正的目標 我不是每天在講你會有幾席 會幹什麼 我跟你講如果全面執政國家更爛 那有什麼用呢 市長你昨天提名了八個區域立委 但是就有外界說這個立委名單沒有亮點 甚至一個都選不上 這是這樣啦 第一點其實不應當在這個不需要在地方回答政黨問題 在黨那邊他們還是有發言人會去處理 不過是這樣 我好像每次講說 不管是一日雙塔 還是2014 還是2018 甚至是大運 人運有夢想而偉大 你每次在講說 我跟你講我當年2014出來選的時候 有人認為柯文哲會選上嗎 有天啊 總之 因爲 他只能讓師父母